柯萬哲賞茶花 台大老學姐們反倒拉著柯P 要合照 人氣比茶花夯 要憑連任 得先找競選總幹事 因為在昔日操盤手姚立民 已經心頭陌路 鬼扯 他現在這些名嘴你知道嗎 我連到什麼郭柯配 天啊 我跟你講 我到現在為止你知道 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跟郭台銘面對面見過面 然後就可以講到什麼郭柯配 我天啊 造謠也有個程度 姚老師變成鬼扯名嘴 就要解柯文哲日前 曾跟助理代表謝長廷見面 討論2018 要找個明星級的競選總幹事 已排除姚立民 柯文哲曾考慮足智多謀的 謝長廷與宋楚瑜 但這兩人太大咖 這個就實在是更客腕小說的你知道嗎 選舉當然一定要有經營總幹事 這個這個這個也是 再怎麼快也是過年以後 才會去處理嘛 所以所以有時候聊天的時候說 你又不要當我的總幹事 這種話一定有 實在當競選總幹事 柯文哲有其想 就連競選經費上次選舉 花了五千多萬 這次考慮不公開募款 經費想壓到三千萬以下 競選經費太高 是台灣政治一個要克服的東西 一個選舉要把它當作 社會的文化運動 就是說我們透過一個選舉 來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這是我的理念啦 但是能不能做到再講 作用執政優勢 柯文哲從人事布局到經費挑戰 不可能的任務 再創話題 記者楊子健 從武玩 台北報導